MF是上调2023年中国经济成长预测到5.2% 不过全球需求降温 中国出口动能减弱 同时内部还有供应链锻炼 以及房地产危机问题 我们今天请教台大经济系 公共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樊家中教授 就您观察MF的预估 对于中国经济是否会过度乐观 请教您看法 我们都知道 因为年初这个时候 很多政府和国际机构都会做 2023年的经济预测 包括每个国家的经济预测 还有全世界的经济预测 所以MF照惯例 就公布了 对于今年的全球经济预测 还有各国家的经济预测 经济成长预测 那么事实上是上调了 它上一次的预测 那么因为国际上 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变化 所以原则上 经济成长的预期 它就增加了 那其中对于中国的经济成长预期 就是会达到5.1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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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多 那当然各个国家 这个 让外界有点惊讶 因为可能对中国情况了解的人 会觉得这是比较高估的一个情况 当然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政府 还有每一个机构 做的经济预测 经济成长预测 在不同的时间点 每一个在年中 年尾 它都做一些调整 所以当然我们原则上就是 不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可靠的数字 尤其是过去两年 经济的总体的变化 其实非常快速 但是关于IMF的经济数据 我要特别讲一个重点 就是说 不单是中国政府公布的经济数据 不可靠 很多国际的机构 包括IMF World Bank 这些机构 公布的中国的数据 也是不可靠的 那我跟大家讲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例子 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 IMF前主席 Jujiba女士被World Bank 聘请了美国的律师 控告 她利用职权去 做了一个 进行了修改数据的丑闻 详情是这样 就是说Jujiba女士 在IMF任职之前 她是World Bank主席 她在工作期间 曾经利用职权 去要求属下 修改中国经济的 研究报告 将中国的经济 表现的排名 往前增加 就是说从80几年 增加到70几年 所以看起来 使得中国经济的数据 看起来比较漂亮 中国经济的前景 比较乐观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 事实上就变成 一个国际的重 当时国际媒体 大幅的报道 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中显示出来的 一些证据 是充分的显示 就是Jujiba女士 是有非常不当的 受到这个可能 预期是受到中共的影响的 去对内部的经济数据进行修改 我相信这样的丑闻不是只有 就举办一个女士 或者是一个人 或者是单一的一个事件 她只是一个冰山的一脚 那这也充分的显示就是说 不单是中国政府公布的 中国经济数据有问题 国际的经济相关的机构 所公布出来的数据 也是我们必须抱持存余的态度